佛羅里達州當地時間二十號 發生一起鱷魚咬死人的事故 佛州衍生動物保育機關 隨即派人逮捕這隻鱷魚 而畫面中可以看到 這隻身長大約三公尺的大鱷魚 已經被交代跟繩索給綑綁起來 當時一名八十五歲的老夫人 在遛狗的時候 突然被鱷魚拖進湖裡 一旁目擊的民眾立刻報警 不過富人還是傷重不治 雖然鱷魚在佛州很常見 但主動攻擊人的事件並不多 而這隻咬死人的鱷魚 在被專業人員捕獲之後 已經以安樂死來處置